诶 hello大家好 上一期的视频有提到一个点 就说婚姻的底色不是爱情 好像大家还挺有共鸣的 所以这期我想就这个点再深入地讲开一下 为什么追求感觉追求爱情的人 在长期关系里面容易在 以及如果我是一个这样的人 怎么办 一般来说吧 两个人结婚最好是需要一些爱情 对吧 但反过来你有没有发现 其实爱情未必需要婚姻 就你看啊 两个相爱的人 彼此有感觉的人 没有必要非要靠 结婚来维持这种感觉嘛 总之还有其他形式 但如果两个人想要搭伙过日子 那么结婚就显得非常有必要了 因为搭伙过日子 本质上是一种互利合作 它和我们商业上的合作是特别像的 假以双方需要一些条约来保定住 如果一方想要白嫖 那么另外一方也可以保证自己的利益 就像你和人合伙开个什么店 你肯定要考察对方的公司实力 个人能力 真心记录等等这些 你应该不会仅仅因为和这个人聊得来 感觉对位就和他all in吧 所以谈合作是一件很不浪漫的事 同样的 结婚的时候我们谈门当户对 谈经济条件 谈勤俭持家 听起来也很不浪漫 但这就是现实嘛 慢慢的我们会发现 感觉这个东西和合作的成功率 不一定是绝对的正相关 甚至可能相反 怎么说呢 你说最容易让人产生感觉的是那些人 比如说浪子 比如说绿 他们是好的结婚对象嘛 显然不是嘛 你看他不是正相关 所以仅仅是感觉对的人 他不一定是很好的长期对象 另外我们常说的一点 感觉是会迅速的消失的 新鲜感刺激感都会随着时间消退掉 如果抱着合作的目的 哪怕两个人不相爱了 依然可以为了共同的目标 去维持这种长期关系嘛 因为本来就没有太多 我不是说这样的长期 婚姻关系就好 大家都这么去找吧 我只是在说 在世俗的定义里面 特别是长辈们的世俗的定义里面 这大概就是一种 比较圆满的情况了 那么像有些追求感觉的人 他就会有一个绕不开的问题 就是感觉有一天会消失的 而那个时候肉身又被捆绑住了 所以总体来说 结婚阶段相对现实一点的人 奔着合作去的人 会比只看感觉对不对的人 更容易长久的稳定 而天天想着找灵魂伴侣 找真爱和激情的人 即使是找到了 也更难去维持长期的关系 可能有人会问 我就是这样的人了 怎么办呢 其实当你在一个规则里面 不适应的时候 原则上有两种办法 要么改变自己适应规则 要么改变规则来适应自己 先说改变自己适应规则 简单的说 我们可以去降低一些 对于感觉的追求 把观念转过来现实一点 尝试去认同 结婚嘛 就是打火过日子 是一种合作 合作有合作的好处 就像是一个人 他不爱吃柠檬 因为太酸了 后来发现鸭还挺有营养啊 变得爱吃了 现实的世俗的关系 就像是这个柠檬 有的人不喜欢 是因为看到了他的不好 当他真的看到了 并且理解了他的好之后 真的就是会变的 这里的改变是发自内心的认为 现实它不是一种凑合 不是妥协 不是随大流 现实就是长期关系 就是婚姻本身的样子 其实我曾经也是一个 绝对的浪漫主义者 但是年龄界长 也就慢慢的变了 所以如果你觉得 我想在理性上变得现实一点 但又不过本能 没感觉的人亲不下去啊 没关系 可能亲着亲着就 他说什么 哦我是想说 这种观念的改变 不一定是要在我们开始 一段关系之前 也可能是两个人 因为感觉开始 慢慢的观念在相处中都改变了 总而言之 如果你能够认同这一点 改变自己的观念 那么当然也挺好的 如果你觉得说 那我不想改变自己 我改变规则行不行 当然也可以 我们的规则 就是在合适的年纪 找一个合适的人 携手一身嘛 既然一个人 他追求的是感觉 是激情 是纯粹的浪漫 而同一个人 不能够一直给他这些 那很自然的 我们就得到另外一个思路 既然感觉在不同的人身上 那么我就去问不同的人要嘛 是的 这就是肖亚轩的快乐 而且不是说 非得是肖亚轩 才能拥有这种快乐 只要社交条件允许的话 大部分人都可以这样做 当然我希望大家 先不要带着有色眼光蓝 看待这件事情 也先不急着做道德评判 因为它确实也是 解决问题的一种思路嘛 事实上 我看到一些离了婚的女生 会更倾向于这么做 其实很好理解啊 很多离了婚的人 看到了婚姻的阴暗面之后 主观上就可能不太想再结婚了 但同时又是需要异性的嘛 所以在心态上 更容易接受这种 像是接力一样 不停换对象的方式 我认为只有一个问题 就是在这个无休止的过程中 你会发现 一次又一次的投入 再失去 再投入 再失去 这是在有限的时间里面 玩无限的游戏 无限的游戏 就像是网络游戏一样 永远没有尽头 在刚开始的时候 当然还挺好玩的 但是越到后面 越容易空虚 产生一种无意义感 好像这场游戏 永远不会胜利 也不会结束 不像是单机游戏 通宽之后 会有一种踏实的爽感 可能在起初 遇到新的 有感觉的人的时候 会开心 会有感觉 离开的时候 也会难受 撕心裂肺 但是随着时间长了 次数多了之后 不许连难过都不太会有了 只会觉得 哦 又是这样了 这是什么 这是每次乐趣的背后 都一定会伴随一次空虚 打一个不好听的比方 这就和我们男生看片差不多 看片一时爽 但闲者时间就很空虚了 那怎么办呢 只能 一直看片 一直 到最后用这种方式的人 可能就把有限的生命 全部投入到这场 无限的游戏里面 周而复始的获得感觉 周而复始的被消耗 直到老去 可能看到这里的同学会觉得 诶 你是不是过于悲观了 我不过是尊崇内心 找个喜欢的人 难道有错吗 尊崇内心当然是没有错的 甚至在很多人眼里 尊崇内心 它是一件伟大的事情 但注意哦 他之所以伟大 就是因为能够坚持这么做的人 太少了 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律 就是适合大多数人的 或者说 大多数人会自发的 顺应世界的运行规律 他们接受感觉会消失 接受结婚是一种合作 接受人的一生 可以是这样平平淡淡的过完的 有的人不接受 他选择成为少数 觉得这才是人生的意义 那么这条路注定会更难一些 我们可以融入大多数人 也可以以意孤行 这没有对错之分 我认为我们这个时代 最好的部分就在于 每个人都有了一定选择的权利 只不过与此同时 我们需要有承担 我们选择的后果的能力 这个事实是很残酷的 但至少 他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 都是公平的 不是只有说 你会有这个烦恼 大家都一样了